不过王大哥准备将两种独特的小海鲜与肚蛮结合 做一道海鲜佳肴 王哥你这已经带我找了三种 我之前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海鲜了 那今天是要做一道什么样的菜呢 那我们现在就做我们宁海特色的双鲜会肚蛮 那行三种食材先处理哪样 我们先处理鱼 首先将肚蛮单边切花刀 不仅能让成品造型美观 更能在腌制时入味 紧接着将姜葱料酒充分混合后 与处理好的肚蛮一同抓揉腌制15分钟 去腥提鲜 接下来王大哥准备给海损来个皮肤美白 还真的都是迷够 我以为它本身就是这个颜色 其实是能刷掉的 它的底色好像是白色 对 你看 我以为它海损本色 实际上的海损本色 你看 对比很明显吧 洗净的海损只取水管部分 在经焯水后凉水浸泡 冷热交替使其口感更加爽脆 紧接着锅中倒油 接下来我把鱼水分擦干 小料解掉 发现王哥干活干都特别心细 这样我们炸制的时候就更安全了 不会戒到手或脸 带油温升至七成热 将鱼放入锅中炸制定型后捞出 一切就绪 猪油下锅 鲜味之旅即将启程 冻油我们去烧制菜要更香 接下来 我们把鱼先放进去 然后我们现在调味料 料酒 加的时候一定要贴个锅边 这样的料酒的香味 酒香味更容易激发出来 酱油就不能贴在锅边了 它容易糊化 容易起焦 正当准备加水炖煮的时候 王大哥却说 它还有特别食材需要加入 你见过红皮的土豆吗 这小刻的是土豆啊 对 我还以为是刚刚长出来的小红薯呢 这个红皮土豆 它有一个特质特别粉末 它电粉海量煮的时候 我们的汤更容易收稠 加入土豆 焖煮十分钟 土豆在焖煮过程中 所吸出的淀粉 将会在两鲜的加入后 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你看我们刚才全层没有加过味精 现在把二鲜请过来 好 这就是我们天然的调味品 当当虾与海笋中富含的氨基酸 便是这道两鲜绘度蛮中 鲜味的主要来源 它们的鲜味融于汤中 又因为汤汁中富含淀粉 在大火熬煮的过程中 汤汁迅速变得浓稠 为肚蛮披上了一层鲜美的外衣 也令整道菜的味道得以升华 如果您的汤汁迅速变得浓稠